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整体的开盘都比较低了 然后后来又在收盘的时候都猛然上涨 我们看看啊 这主要是市场的优率通胀升温 加上观望美联储公布的一息记录 所以道指一度下挫586点 盘中暂时低位出级到33473点 中段跌幅 缩减过半至不足220点 科技股跌势收窄 加上比特币价格重重上4万美元 都有助于美股市场趁低吸纳 美联储公布一息记录之后呢 美股仍然维持跌势 截至收盘的时候呢 道指收跌163点11点盘面上太阳能骨光伏 概念骨以及半导体板块一时走高 我们前一阵子上次有给朋友们推荐这个半导体板块啊 如果今天有朋友低息的话呢 应该会享受到是这波福利了 然后另外的话呢 就是铜铝又等金属股的走低 所以这是基本上今天的一个行情了 美股的芯片股是普遍涨的 半导体板块的ETF呢 涨了1.9% 微芯片科技呢 涨3% 应用材料还有AMD呢 都超涨2% 所以整体来看市场还是不错的今天 虽然大部分都是收跌了 我们先看一下标普500吧 还是常规的我们看一下 看开盘的时候呢是走低 然后等到收视的时候呢 猛然都走高了 穿上去了 那看一下这个标普的这个日线图 实际上标普500呢 一直是都是在它这个上升通道当中 并没有破位 大家看从这个位置到这个位置 我们可以画一条线给大家看一下啊 它整个这个通道区间的话呢 是这样子的 这个位置3233.94点 一直我们都是这个跟着这个上位走 所以大家看这个最低点 实际上标普是510 它还可以再跌一点 跌到40170点 这才70 40170点 17点 40117点 这才是叫破位 所以标普500整体都是在它这个上升通道当中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基本上就是上升通道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一直都在它的上升通道当中 所以我们可以看 所以标普500我们还是看涨的一直 所以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看它的周线图 周线图也是没有问题 就是现在这周呢 是相当于是处 上周处级低点 4071点之后回滩 现在是4115.68点 所以还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我们看看纳指 纳指呢 可以说它这是几波 几波涨势 我们大家看一下它的日线图 实际就知道 这是你看这是一个上升通道 然后这边跌下来 这是第二个上升通道 实际我们这现在是在第三个上升 第三个实际上它是已经破位了 纳指 所以的话我给大家画一下图 看一下纳指的走势情况 这是纳指 纳指这是第一个上升通道 这是去年三月份开始的 我们这个上升通道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从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画过来 这是第一个上升通道 第一波上升通道结束之后 它有一个回调 然后呢 我们这是第二个上升通道 这是第二波的那个上升通道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第二波的那个上升通道 第二波上升通道 之后呢 又有所回调 这是第三波上升通道 它这应该算是破位了 可以形成了一个M型 大家看这个手指向 这是一个M型的破位的走势 所以今天的话呢 我们看看纳指的这方面情况呢 也是开盘的很低 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呢 收盘是都基本上收服了 这个跌时收涨 基本上跌到 收到 但是它仍然没有收到 昨天的这个收盘的 收盘的这个价 昨天收盘最低点呢 收盘的时候是 13303点 所以没有赶上差一点点 基本上就算是 昨天的这个收盘 没有达到 跌了0.03%了 所以我们今天的话 这个纳指的话呢 整体感觉故事走得非常累 该跌的时候不跌 它该涨不涨 现在呢 我们就暂时呢 先看纳指60分钟线 日线的话呢 应该是看跌 明天的话 它即使往上涨 还是会多少往下跌的 所以现在60分钟线 30分钟线 实际上今天是已经涨到 非常的吃力的爬上去了 我们明天估计还会跌 所以现在朋友们 不要着急入场 等它这个纳指 大家看这个KDG线 到下面的时候呢 跌下来的时候 我现在KDG呢 是大概到中位的位置 41嘛 等它跌下来的时候呢 我们再进场 所以现在不要着急 这是标普500 这是纳指 然后我们看看 我们的道琼斯指数 道琼斯指数的话 这个日线实际上 是已经跌到 比较低的这么一个位置 21点了 然后周线的话呢 我们这也是在跌的位置了 所以我感觉 这个道指呢 道指的这个工业股 还有是成分股的话呢 我感觉大家可以考虑布局了 目前 都 因为下面呢 你看形成一个长长的梯子了 这是一个下面 在这种形状呢 在下面的话呢 一般它是会是看涨 上不掉紧了 是看跌 下不掉紧了 是会看涨 所以我们看看它这个情况 如果这一两天 如果能 这几天吧 如果能够只跌的话呢 我们考虑一些道指的成分股市 可以考虑布局了 然后昨天有跟 还有这个罗素了 罗素两 我们看一下罗素两千吧 罗素两千的话呢 今天的情况实际也是一个跌势了 那开盘的时候跌得非常的严重了 跌了最多的时候达到3%了多块 然后收盘的时候 收到0.77%的 虽然仍然是跌吧 但基本上收回来一个多点 不到两个点 所以还是不错的 但是这个 这个罗素的这个跌 是实际上是肯定的了 明天的话 估计还会接着往下跌 虽然它今天有 有收盘的时候 有所涨 有往上涨 但明天估计还是要往下跌 因为周线的话 大家看是向下的 而且这个日线的话呢 也是要向下走的了 所以我们等这一波 它这个跌到底的时候呢 比如说我们认为它可以跌到 看它的均线啊 看它的均线 我认为它触及到 当罗素跌到213块钱的时候 考虑做这种 就是IWM的朋友呢 就可以考虑进场 然后布局 跟着它下一波的这个 左波动的嘛 就可以上去了 我们现在这个 我认为这个小盘股目前的话呢 也会是一个相提振动 大家看这个高位之后 这已经横盘了 从3月15号开始 就已经是横盘了 所以它这个基本上 就横盘震荡调整 调整当中 我认为这个 这个鼓的话呢 很可能呢 是在这个 给大家画条线啊 就是 在这个区间当中 做这种 横盘调整 稍微往下的 这个位置 横盘调整 是很有可能的 所以大家不要着急进场 那这个 真正的呢 跌到底的时候 我们再进 也不着急 大家看 基本上就这个 这个位置 这个箱体吧 整个的这个横盘趋势 我认为是 所以现在不要着急 等它这个再往下跌跌 跌到 210 209 或者是甚至 205 207 209 这个位置的时候呢 211 左右吧 我们再考虑 经常布局这个 IWM 然后的话呢 实际上 它今天这个下跌 是一个放量的下跌 大家你看 成交量的实际 是有所放大的 但它不是非常大 所以我们再等一下 明天或者后天 等它真正这个 再往下走一走 我们就考虑 布局进场了 可以 然后昨天说了 让大家呢 要等这个就是 PLTR 还有是这个 Tesla 还有是 MTLS 还有是 VLDR 要等一等 让它们跌到底 你看今天 它们都有 都有几个 一两个点位的 最少一个点 一个点位的跌吧 跌幅吧 所以呢 大家就不要着急进场 你看这个 VLDR还是在高位 它的KDD线 还是在高位 所以等它下来之后 我们再进场 不要着急 而且它的这个周线呢 还可以再往下走走 所以我们等到 它8块钱 7块钱的时候 或者是9块钱 8 9块钱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考虑进场了 所以现在不要 不要着急 这是今天 这个股 股的来说 评级了 然后的话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传统股了 比如说HOME DEPOT 前一阵的HOME DEPOT 涨得非常好了 你看今天也是 但是今天呢 我感觉HOME DEPOT 我们是可以考虑 稍微进场 做一下布局了 因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你看 日线已经有 稍微有一点 起的样子了 而且呢 虽然周线没有到 但是日线起了 然后这个月线的话呢 也是要向下走的 所以这个日线的话呢 稍微往上起了一点 今天呢 因为整体都是跌势嘛 那个标普了 道指了 都是在跌 所以不要着急 明天呢 估计还会再往下走 等它再往下走 再稍微跌一跌 我们等JEDBO HOME DEPOT 跌到这个303块 或者302块的时候 大家就可以考虑 进场布局了 我给大家做 这种点位的提示 到这我就告诉您 这是一个强支撑 所以说它是在5月 5月4 3号 4号 它这有一个跳空的地方 这个地方 它已经补了缺口了 所以下一步的缺口 这是这个缺口了 正308的这个位置 是一个缺口 所以今天 今天还没有把这个 这样的跳空的 这个缺口补上 所以这是5月 4月1号的一个 跳空缺口了 4月2号一个 跳空缺口 所以我们 因为它 看它会不会补 如果它会回来 下补 下补这个跳空缺口 那我们朋友们 可以在这个 朋友们可以在这个位置 进行加仓 加仓之后呢 然后我们可以跟着它 吃下一步上涨的 这个福利了 所以这个是Home Depot 然后的话呢 看一下台积电吧 我们台积电 也是最近比较热的 一个股 热门的股份了 我昨天有说 台积电的话 大家可以考虑 布局进场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它你看 这个日线呢 已经开始往上走了 然后它这周线呢 大家看也是基本上是 相对较低的位置了 21了 已经KG 而且它这个已经是向上拉升了 所以我感觉台积电是可以 可以往上 可以向上补仓的了 所以等明天它这个 K线稍微 G线 KDG稍微往下走一走的时候呢 60分钟线 看60分钟线下到底 15分钟线下到底的时候呢 我建议如果想布局台积电的朋友 就可以进场了 实际上它现在 你看有没有 这几个日线 这是最低的这个位置 基本上都已经 108 107 这几个位置 就是这个位置 是一个压力位 上次呢 最低也是跌到107.89 这是在 3月25号的时候 所以这个点 是说明它是一个 强支撑的点 所以我们如果再有 这个108 110了 这个位置了 如果明天能稍微再跌一点 我希望它可以跌一跌 跌一跌的话 我们就稍微心里稳当点 再进场 我们呢 就可以考虑进场进行布局了 所以这是台积电 然后的话呢 这是目前我们比较热门的这么几个板跨股了 还有呢 X 这个是美国钢铁了 现在这个基建股目前都是吃的福利 你看这是基本上这个X的话 也可以是经常进行布局了 虽然它这个周线呢 不太好 还是仍然是有向下走的趋势 但是如果大家炒波段的话呢 实际上它 日线呢已经有时差了嘛 十字差了 所以等它这个稍微往下走一走 我感觉这两千 应该是可以 等它这个再下一下吧 22块 左右 或者是到这个位置 如果能跌到这 是最好了 21块的时候呢 21块或者22块 接到这个压力线 22块 八毛九 这个位置的时候 我感觉大家就可以考虑进场布局了 好 这是今天这几个个股的点评 好了 今天呢 基本上大盘的分析就到这里了 然后感谢各位网友收看今天的节目 希望大家能够点赞 转发 分享 订阅 好 祝大家 晚间愉快 再见